好,上次我们已经讲了我们neural network它基本的架构 还有里面的概念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neural network建立好了之后 我们的重点就是想要在里面找寻最好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其实就是最好的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要把里面CTA的所有参数都选好 然后我们才可以决定 given一个X会output怎么样的Y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optimization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率去找到这一个function 那我们上次也讲了 我们就利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式 基于我们的最终的cost 对于每一个变数的偏为分来去计算 每一个变数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移动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的变数数量实在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率可以计算 所有偏为分的方法 那这里我们就叫它bad propagation 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怎么用bad propagation这样子的方法 有效率的把所有微分的information全部计算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要先复习一下上次说到那些notation 首先这是我们上次有讲到的notation 第一个是a a是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一个neuron它的output 所以ali代表第l乘第i个neuron它的output 所以因为它经过了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我们用a来表示 那大家应该都记得每一个neuron它的动作就是weighted sum 然后再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a来表示一个neuron的output 那我们一层的neuron是不是就可以用一个vector来表示 接着什么是z z其实是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那一个information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它跟a之间的关系就只有是否放进了activation function而已 所以zl是不是也是第l乘的这一个vector 只是是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这个vector 好 那接着下一个information叫做w wlij的意思是第l乘 但是是第j个node到第i个node之间weight传递的这个weight 就是边上的这个weight 所以假如说第l乘有n个node n的lnl的node dl减1乘有nl减1个node 所以可能的weight的数量是不是其实就是 第l乘的node数量乘上第l减1乘的node数量相乘 所以里面所有可能的weight所有的边的传递 其实会有会把它拼成一个metrics 因为现在就是nl乘上nl减1 那最后bias比较单纯 bias其实就跟前面是一样 第l乘它第i个node它的bias 或者是一整层dl乘它整个bias它的vector 所以这边我们复习了一下之前讲过的这些notation 那我们之后就会使用到这些notation 使用的很频繁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想 output之间的relation 我们现在要想我们要怎么从a到下一层的z a跟z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a是怎么传到下一层变成z的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neuron 每一个neuron它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 前一层是不是已经output出a了 那下一层做的事情 它就是把前一层的information 乘上它对应那一条边的weight 然后把它weighted上合起来 最后再加上biased 所以这边有问题吗 所以dli其实就会是dl乘的这一个information 它是从dl减1乘的a经过weighted上的结果 所以虽然它这样很复杂 但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vector的形式 原本每一个都是一个value 但是我们直接看一整层的资讯 其实dl乘的z其实会是dl减1乘的a乘上一个weighted metric 再加上b这个vector 所以这个weighted metric其实就是我们刚定的那个大w嘛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想成a到z之间的关系 就是前一层的a这个vector它乘上这个weight metric 然后再加上b这个vector 就会变成下一层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z 好 接着同一层的z到同一层的a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刚刚已经提过了 这个关系非常的简单 z到a其实只是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而已 所以ali会是zli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的output 所以如果我们看一整层 一整层就会是一个vector 就会把这个vector全部放进在activation function里面 我们就会得到l的这一层 它的neuron它这一整层的output就是al 所以al会是zl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有a dl减一层到dl层的z 然后又会有dl层的z到dl层的a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两个relation 我们就可以把 z带进去就可以找到 每一层跟每一层neuron之间output 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们之间关系就跟一个neuron做的事情很像 一个neuron是不是就把前面进来的value乘上一个weight 再加上virus就会变成它的output 那如果是一整层的neuron它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前面这一整层的a乘上这一整个metrics 然后再加上bias 再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就会是这一层新的这一层dl层它的output 好 所以如果现在是一个deep neural net 我现在有非常多层 我们是一个fully connected的feedforward network 我们就可以根据刚刚的那个关系 可以把第一层第二层甚至到dl层之间的weight 以这样的形式写出来 所以第一层的a它会是一开始的x当成input 乘上对应第一层的w1再加上bias 再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 那下一层的a就会是前一层的a 经过乘上weight再经过再加上bias 再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每一层都会是前一层乘上这个weight 再经过再加上bias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看x跟y之间的关系 最后一层的a其实就是y嘛 因为我们最后一层的output 其实就会是我们最终想要的y的这个vector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从y它会是一个x的function 那这xfunction如果我们把它带入 其实就是长这样子 这式子虽然看起来复杂 但我们已经想过了它其实非常简单嘛 它就是我们的input x乘上第一层的weight 加上bias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 再乘上weight再加上bias 再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 只是这一个iteration做了l次 因为我有l层的information传递 好 所以在training的过程 上次有提到我们其实会定义一个loss function 来决定我们到底要选哪一个最好的function f star 所以一个好的function 是不是要根据我们的training data来决定它好不好 所以什么叫做一个好的function 一个好的function就会是 我们这个function看到这个x 就是我们training data里面的x 我predict出来的结果就是output结果就是y嘛 应该要跟真实答案的y hat 非常接近才对 所以就跟现在这个图上面training data一样 我们希望x带进去以后 predict出来的y会跟真实的y hat 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假设来定义我们的loss function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的error应该要越小会越好 所以一个好的function y hat 减掉我们predict的这个function出来的y 这个叫做error error应该要趋近于0才对 所以我们可能就可以定义一个loss function 像这个 以这个为例 这个叫做 通常叫做square loss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把k个所有的training sample 所有的loss加在一起 所以第一个training sample 里面的error是y hat ye hat减掉fx1 那第二个training sample也有它的error 所以我把它们全部的距离平方全部加在一起 就会是它的total的cost 那越好的function就应该会有越低的cost 因为这个cost越低的情况下代表 现在我total的error越低 所以代表越好的function应该要能够让现在这个c theta越低越好 上次有讲说我们其实是在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式来optimize我们neural network的参数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刚刚那一个式子 就是y其实是一个跟x相关的function 只是它经过了非常多层的传递 所以里面你可以控制的所有参数 其实就是里面所有的w跟所有的b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非常多个参数 而且我们有无止境的value的assignment 可以产生出其中一种assignment的方式 其实就会产生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这一个参数的valueassignment的方式 它可以让这个function given我的x能够越接近真实的y其实是越好的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在找这个c theta 就是它里面参数的setting 所以我们的演算法就会变成我现在随便选一组c theta 我现在一开始把每一个weight跟每一个biased都随便random的给它一个数值 好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去计算现在model它的cost 然后我现在要去寻找一个比较好的function 我们就要去决定现在每一个这个c theta的value 应该要变大还是变小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用cost function 对于里面的每一个变数的偏微分来去决定这个变数 应该要往正向移动还是要往负向移动 就是要变大还是变小 才会使得我现在这个function更好 好 所以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cost 对于所有的w跟所有的b都进行偏微分 所以当上次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case 就是如果我们只有三个参数w1w2跟b 我们实际上可以调整就只有这三个参数 所以我们需要把cost对于这三个变数 个别去做偏微分 好以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就update的式子其实就长这样嘛 所以我们要算的其实就是右半边c对于w1或w2或b的偏微分而已 好 那再上次讲过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们假设我们现在的loss是square loss square loss的定义就是我predict出来的value 所以我predict出来的y要跟真实的y它们之间的error要越小越好 所以我的error它的定义其实是相减之后距离的平方和 所以我们叫它square loss 在这样子的定义之下 我们算出每一个这个square loss的这个cost对于个别的每一个变数偏微分的结果长这样子 其实上次如果你有勾述上次的那一个slide 你可能就会发现其实光要算一个其实就有点麻烦 因为你可能就要apply trend row然后一个一个计算 虽然现在是machine来算 但实际上也是会有点麻烦的 而且我现在是只有三个参数 那当你参数的数量非常多的时候 你计算是不是就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那这时候当你参数非常多的时候 我要对每一个theta里面的每一个变数 都要去计算这个偏微分的结果 所以像这样子当我只有三个变数的时候 我的移动方向我就要去计算每一个这个变数 它应该要扣掉多少或者是加上多少 所以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现在这样子gradient descent optimization的式子 来去调整我们下一个iteration的w或者是b 好 那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参数 因为我们这个neural net非常的deep 所以它可能会有minions of parameters 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率去计算 如果我们一一去计算 然后算半天它这个偏微分 其实是太没效率了 所以我们其实就要使用back propagation的这个技术 好 那什么叫做back propagation呢 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想 它会叫back propagation一定它跟 跟它相反的就是forward嘛 所以我们才会有backward 那在一个neural net里面 右下角这个例子 什么叫做forward propagation forward的顾名思义 其实它就是顺向的就是往前进 所以你的箭头指的方向其实就是顺向的 在这一个network里面 你的information是不是从input一直流到output 所以从input x开始到output 这样子information的flow其实是顺向的 所以我们叫它是forward 所以在training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一些些小小的变动 它其实会影响到下一层 然后再影响到下一层 一直影响到最终的cost 所以forward propagation其实是从一开始的input来 然后照着箭头的方向一直流动到最后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forward就是从一开始 然后一直流到最后 那bearward propagation 其实bear propagation它的概念 其实就跟forward就是相反 它的想法 其实我现在要让information 逆着这个箭头 从最终来回推到前面 那从最终回推到前面 它的概念其实是从最后面去计算 它偏微分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规点 然后一路往前传递 然后传递到最前面的时候 我们其实中间所有的规点都算完了 但是我们这样子传递的方向是从最output的地方 然后逆着现在箭头的方向 然后传回来传到input 那这样子bear propagation的方式 其实是适用于各个不同的function的 那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是很多层的information在传递 所以我们里面理所当然会用到非常多次的train rule 也就是连锁率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先想 现在x它会是w的一个function y会是x的一个function z会是y的一个function 就像右边这个式子所示 所以当w有些微的变动的时候 x是不是就会改变 y也会随之改变 z也会随之改变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算z对w的偏微分 是不是我们其实就是在算 当w有小变动的时候z会变动多少 像这样子的数值嘛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用链锁率拆解成 我们先算z会对w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是多少 然后再算w对x 再算x对w 嗯 y对x 然后再算x对w 所以这就是链锁率嘛 因为它们上面都会是下面的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就会先从上面之间的关系 然后一直个别的算下来 所以这个式子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就是我们就先对z去做对y的微分 然后再把x去做 嗯去把y去做对x的微分 一次类推 好那现在我们还是有wxy 那如果我们把x跟y都以w的形式带进去 因为我们会知道x会是fw 那y会是fx 然后fx又会是fw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去形成现在这样子的形式 好那这样子的形式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从这边最右边看到最左边 我们其实就是在做cost forward的传递 为什么 因为w经过w的一些些改变是不是就会影响x 然后x的一些改变会影响y y的一些改变会影响z 所以从右边到左边 其实我们是从w的information开始 然后forward的传递下去 然后去看x的改变 看y的改变 看z的改变 但是这三个information 我们其实也可以逆着来看 我们可以从最后面看到最前面 最后面的information是z对y的偏微分 所以它其实在算的就是最后面传回来的这个规点 然后我们再看中间y到x的偏微分 然后再看x到w的偏微分 所以information是不是其实是从z开始 然后backpropagate到w 所以前面是cost forward propagation传递 那回来的话就会是gradient 从最后面然后一路往前推 好 那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一个gradient descent 我们现在对于c 对于w lij的微分感兴趣 因为我们不管是w lij是哪一个数值 我们其实都需要计算它的cost 那我们有办法写出一个general它的solution呢 我们就用beprogation来看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算的 就是c对于w lij的偏微分 那w lij其实就是dl层 那前一层是d 这一个node 传到dl层的di一个node 它们之间的这一个h上面的weight 我们要去算 当它改变一点点的时候 最后你的cost会变动多少 这就是我们有兴趣的嘛 所以我们才可以去调整w lij是要变大还是变小 来去使得我们最终的cost function可以下降 所以当c对于w lij做偏微分的时候 在这一个式子里面 因为c是非常后面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先想办法拆解成 我们比较好了解的部分 那因为刚刚我们是不是已经 讲过z跟a之间的关系 z跟a之间是不是会经过 a会乘上w才会变成z 所以我知道z会是w的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c可以先对z去做微分 然后再用z去做对w去做微分 所以后面这个z对w去做偏微分的数值 其实是比较好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当l现在是大于1的情况 l大于1的情况就是 现在这一个layer的l-1不是input 而是前一层的neuron它的output 所以我们藉由刚刚的式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 a的l-1的这个vector乘上w会加上b 就会变成是我们下一层的z 这是不是z跟al-1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展开一下来看的话 其实对于每一个zli就是 这一个vector里面的其中一个item 第1个item它其实是前面的这些neuron 它乘上对应的那个边它的weight 然后summation起来再加上b的结果 所以当你要算zli对于wli的偏微分 不就是这一个neuron它的output吗 也就是al-1乘上al-1j的这个数值 也就是前一个这个node传出来的数值 也就是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 它得到的这一个value 那如果是l等于1的情况 也就是第一层的情况 第一层的情况就是根据我们的input input是x 所以现在l等于1就是第一层我们之间的关系 它这边其实就跟前面一样 只是第一层的关系不是前一层的a 而是inputx 所以x以此类推我们第1个zei 其实就会是前面的这个x乘上它对应的这个age 也就是weij 然后summation后的结果 那我们如果只carezei对于weij的偏微分 不就是只需要看有经过这一个age 有经过这个weight传递的那一个dimension 也就是一开始input vector dj个dimension的数值而已吗 所以我们后面的这部分z对w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在l大于1的时候 其实就是前面那一层的neuron它的output 就是第k根 k根neuron它的output 那如果l是1的话 那其实就是我的input dj个这一个dimension它的那一个value 好 那接着 前面这个怎么算 这个是 最后的cost 对于中间的zli 做偏微分的结果 这个其实一开始觉得好难 好难思考 这到底怎么算 所以这因为其实是非常难算的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定义它叫做delta 它叫做因为我们是这个cost 对于中间这一层z它的偏微分 我们就等于是它propagate的gradient 所以假如说我们定义这个delta li 它是第l层的这一个propagate过来的gradient 我们是不是在这整个network里面 每一层都会有它对应的这个delta 因为我们每一层都会去计算 cost对这一层的z去做偏微分的结果 所以每一层其实都会有它对应的delta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delta 一样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vector的形式 一样就会有delta大L跟deltaL跟deltaL加1 像这样子的formulation 那其实我们要想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借由后面的L一直往前推 然后推出所有可能的delta的形式 这个其实是backpropagation最重要的精神 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算 主要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中间开始算的话 我们可能要用电锁率把它一层一层推到最后 然后再一层一层算回来 但是当你算下一个node的时候 后面的information你是不是同样又要重新扣着链锁率 但后面的information其实算过了 所以我们希望先把后面的information全部先算出来 然后再一一的往前 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率计算出来 因为我们后面已经算过资讯 我们其实就不需要重复计算 那这样子其实是利用在演算法上面的 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式来算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重复计算一些已经计算过的资讯 所以我们就从最后面一一的把它算回来 所以就从DELTA的大L开始 然后经过大L-1 最后到L加1L 然后最后到DELTA1 就是第一层它的gradient 好 所以最重要概念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够layer by layer 然后从最后面往前计算出DELTA L的数值 这样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这样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 我们现在就是把C对于每一层的Z去做偏微分 用DELTA LI来表示 那我们刚刚也说我们要怎么计算这个DELTA LI 我们是从最大最右边的这一个gradient一直往前 backpropagate 一直往前推算到DELTA EI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分成两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initualization 就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DELTA的大L要怎么计算 如果我们可以算出来的话 我们之后就考虑DELTA L跟DELTA L加1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大L算出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大L减1算出来 依序的往前推 好 那我们先看看要怎么把DELTA大L算出来 我们再重新想一下DELTA大L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定义DELTA的意思就是我们最后的cost function 对于其中的Z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这个L 它其实是最后这一层的这个Z 它天尾分的结果 那如果我们想一下这最终的这个Z 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后面的这个Z 是不是在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那一个weighted sum 那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 就会变成A大Li OK 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就会变成A 没错吧 这边大家应该记得 那这个neural的output A大Li 是不是其实就是最后这一层我们的output 所以其实就会是我们的Y 那因为我现在是第i个neural 所以就是Y的第i个dimension 好 那你想一下 所以我Z只要有小小的变动的时候 我其实会影响后面 我A就会因为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 我就会同时也会有小小的变动 那这个A的变动 因为它等于就是我们Y这个维度上面的变动 那我们是不是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cost function 因为我们的cost function 是不是会根据我们predict出来的Y 也就是这边的这个yi 跟正确答案的y hat 来去算他们之间的差距 就是他们的error 所以Y的变动就会影响到C的变动 所以我们在算C对于Z的gradient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考虑 Z变动多少的时候会影响最终的C变动多少 所以一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同样的使用我们的chain rule 就会变成C会先对Y去做偏微分 再由Y去对Z去做偏微分 这是最后一层结果 因为我只有最后一层 所以我等于是直接从A就变成Y 最后就可以算出C了 那如果我们看前面这一项 这一项的内容是什么 这一项的内容是C对于Y的偏微分吗 那C是什么 C是loss function 所以这一项的数值其实depend on 我loss function的定义 如果我loss function的定义是 Y hat 减掉Y 现在predict出来的Y 然后他们之间的差距的平方 所以我是不是用C对Y去做规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Y 做规定之后的这个系数算出来 因为它就会是平方嘛 所以它就会是-2 之类的information 那如果你这个loss function 有不同的定义 假如说根据你的Y hat 跟你的Yi 如果你的有不同的loss function定义 你可能就会产生出微分之后 会有不同的结果 但是这微分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C就直接是Y的方式 它中间没有再经过其他的relation传递 对吧 好 那前面这个其实就会根据我们loss function来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算出来 后面这一项 怎么办 后面这一项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要算的是 Z的小小变动 会对Y的变动造成多少影响 那这边Y 仔细讲Y是不是就是刚刚说到 其实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的结果 就是a大li 那其实就会是Zli 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嘛 所以如果要把这个数值 对Z去做偏微分 那其实我们就等于是在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上面 对Zli这个数值上面计算这一条线的斜率 对吧 好 那这个数值其实就非常容易计算 因为它其实就是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它偏微分之后的结果 所以前面是根据loss function的定义来 那后面是直接对这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去做偏微分 所以最后的这个规点就是大L层的这个规点 其实它的数值是非常好计算 因为最后这一层的规点 其实只需要从最后的cost 然后propigate前面一层就可以直接把它算出来了 好 那如果我们把它衍生到vector的形式 是不是其实就会长这样子 我的Z去做activation function Zl去做偏微分 这vector的形式我其实就是在每一个维度去做偏微分 那C对Y去做偏微分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是我要根据loss function的定义 然后去对里面Y的每一个维度去做偏微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衍生成vector的形式 原本delta它是li是其中一个neuron它的规点 那现在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整层neuron它的规点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delta大L 然后它会是这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在这个vector上面偏微分之后结果 然后会在每一个数值都会乘上这个C对Y的偏微分 那接着我们要怎么样计算出前一层的delta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如果我们有了delta的大L 我们要怎么计算出delta的大L解1 也就是从后面那一层往前推 back propagation就是往前propagate过来 让它去算前一层的information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一下 DL承定跟DL加一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边是里面最特别的地方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观察 我们才可以用back propagation的方式来 把这样子的relation一直从后面传到前面来 所以我们现在先想像 这边是一个deltaLi 也就是第i个neural 对于第L层它propagate回来的结果 那这个information实际上要怎么拆解呢 DL是不是就是C对当时这一层的ZLi的规点 就是它偏尾分之后结果 所以当我想要算的这个规点 其实就是当ZLi有一点点小小变动的时候 它会影响我们最后的这个loss function变动多少 这就是偏尾分的定义 所以我们就先想一下 如果现在ZLi变动的话 它会影响到的 首先会影响到谁 因为Z是不是一开始就会被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这个neural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它会影响到同样这一层的ali 也就是这个位置 那这里的ali 接着会把information怎么传递出去 ali是不是会根据它的edge连接 传递到下一层就是L加1层的Z上面 也就是ali的变动会去影响下一层的ZL加1 的每一个跟它有相连的note 所以也就是DL加1层的所有的Z 最后这个Z在这DL加1层可能会经过非常多次的propagation 一直影响到最后面的C 那中间经过了非常多层 但我不管 我现在只care的就是 第L层到第L加1层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为什么臭面不需要知道呢 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这个式子成立 就是这个图成立 我们可以把DLi写成这个形式 DLi是不是就是C对Z的片尾分 在DL层的片尾分吗 就是我们要计算它的规点 它会变成什么 因为上面 因为这个图 我们是不是知道 Z的L加1 会影响最终的C 不管它怎么影响 假设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规点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拆解成 它先对它去做片尾分 中间的我再去把中间的这一个Z 这边有可能会有K一个不同的Z 每一个都要对应现在这边 前面传过来的这个A去做片尾分 因为A会影响所有跟它相连的这些Z 所以每一个Z都需要去对A去做片尾分 在中间这边 最后我这个A再去对这个Z去做片尾分 这是不是其实就会是最终的这个C 对现在这一层的这个Z 去做片尾分之后的结果 一样是用了圈弱 但中间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A会把Information 以发散式的方式传递出去 因为它这边是有不同的Edge连接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边的Information 全部Submission起来 也就是把K的可能的Pass的数值 所有的规点都加在一起 好 所以这个式子 我们把跟K没有相关的 也就是A对Z的片尾分提出来 它长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 应该没有任何的困难吧 那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一项是什么 这一项就是C 对DL加E乘的Z的片尾分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眼熟 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定义的Di 它就是在DL加E乘的Di 所以为什么不用Care 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我其实只Care的就是Di 跟Di 之间的关系 我只需要知道 后面这一层跟前面这一层的关系 不管后面这一层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就假设它先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值拿过来使用 同样这个式子后面的这一项 我们要把它化解 现在我们把刚刚那一项DL加E K化解出来 前面的这一项A对Z去做片尾分的结果 其实是不是就会是因为A A就会是Z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的output 所以经过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对Z去做片尾分 其实就是直接尾分之后的结果 中间这个又怎么来 大家再想一下 Z跟A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Z是后面这一层的Di 就是L加E层的Di A是前面这一层DiL层的A 所以自己跟A之间的关系 A是不是就是做一个 乘上一个weight 然后我们去把它summation起来 变成后面那一个Di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回想 一开始 A跟下一层的Di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它们的关系 就会是A乘上对应的那一条H上面的W 再最后再加上B 然后把它summation起来嘛 好 所以这一个数值如果对A去做片尾分 是不是留下的就会是乘上A的那一项 也就是WL加EKi 所以等于就是我只需要看 但跟它有相连 有跟ALI这一个node相连的那一条H上面的weight 就会是它片尾分之后的结果 所以这边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需要我化简之后 是不是就会变成 后面这一层L加E层的硅点 就是DiL 乘上一个weight 然后竟然一样是做 把这些不同的weight 全部summation起来 然后再乘上前面的一个constant的系数 这是不是跟原本在去在做 forward propagation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样是把前面的information 乘上weight 然后传到后面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想一下这个bat propagation 它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从原本的这样子的neural network 原本information是从左边传到右边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 现在我们要算的时候 其实是从右边的硅点一直往左边推 那这边推的方法 其实就是一样非常的相似 一样我就是做一个weighted sound 那这边也是乘上这个 有跟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层的neural相连的 这个edge上面的weight 然后最后再乘上一个constant 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 对于z的偏微分之后的结果 所以原本从左边推到右边 information在传递的时候 我们是从a去做一个weighted sound 变成z 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 得到下一层的information 但deprogation 实际上它在算的过程 其实就是从最后面的gradient 经过一个weighted sound 再乘上一个constant系数 我们就可以推到前面这一层 这一个note 他得到的资讯的output 也就是前面这一层 它的gradient 这非常的特别 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 把这些information 计算出来呢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图 所以当你现在 不只是一个neural 有这样子的gradient 我一整层neural都有 它的规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规点 想成是一个vector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neural上面的传递 现在变成vector上面 整个layer在那边传递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 写成这样子的形式 看起来好像似乎有一点点的复杂 但其实完全就跟刚刚讲的一模一样 就是从后面这一层的delta l加1 乘上 它应该要乘的这一个weight 但是因为这边这一个w 是不是因为它是从后面 往前 所以它对后面相连的 所以我们原本的这个w的metric 需要transpose 才会是刚好它会对应 后面相乘的那一个note 那回去想一下 那最后我们会乘上前面的constant 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 对于这个z的微分 所以接着当前面的那一个delta 算出来之后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一开始到底在算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一开始想要知道的 其实是 C 对于W的偏尾分 WLiJ的偏尾分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需要 调整我们所有的参数嘛 就是我们所有的W 所以我们要对 要由cost function 去对每一个变数 去做偏尾分 我们才知道这个变数 它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移动 它要变大还是变小 那现在这个information 被拆解成这两半 那前半段就是我们刚算了半天的这个delta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根据刚刚推论的那个式子 是不是可以从最后面的delta 一直往前 把所有每一层的delta都算出来 那为什么想要把每一层的delta都算出来 是不是其实因为我们实际上有兴趣的 这一个数值就是C 对于WLiJ的偏尾分 我的W 会在里面的任何位置都出现 因为我们需要对里面的所有的参数 去进行偏尾分才对嘛 所以我里面会需要用到每一个不同layer它的z 所以不同layer的z的这一项 是不是其实就会是delta 然后这边L 会有每一层layer的L 我都需要把它算出来 因为我在计算C 对于某一层W的偏尾分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需要用到C 对于当下那一层的gradient 所以我们从右边全部把它计算回来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得到了 当我跟最 当我随意去选择中间的某一层去做偏尾分的时候 我们就只要把对应这一层的这个规点拿出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前面这一项的数值 那这其实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个应用 因为实际上我直接去算C 对于这中间某一层的规点的时候 我其实是要用链锁率一直往后去连接 然后我再去把最后面的这一个Y的偏尾分算出来 C对于Y的偏尾分算出来 然后再把前面这一层的规点 一直算算算算到现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当我算下一个这个Node 这个位置它的偏尾分的时候 我是又要把跟它相连的这些Information 又重新算过来 但有一些Information我其实已经算过了 那我重新算是不是就会非常的麻烦 那这时候DP就发挥了效用 就是如果我把后面的Information已经先计算出来 数字已经填上去 我在算前一层的时候 我就需要把后面这一层已经算好数值拿过来使用就可以了 我重复的重复计算的可能性 其实就降到零了 好 所以刚刚我们知道 一开始Initialization 当Delta是大L的时候 也就是最右边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关系会长成这样子 也就是Z用Activation Function去做微分 然后再乘上我们的Loss Function去对Y的微分 那中间我们要怎么从DL加一层推到DL层 我们之间的过程其实就是根据刚刚说的L加一层 它会经过一个Weight Propagate 那这个Weight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些Weight Metric 给它连接到后面这一个Node上面的 之间的那一些Weight 就是在做一个Weighted Sum 然后最后一样再乘上前面这个Councent 就是我们Activation Function 对于Z的偏微分之后的结果 所以仔细的来看这一整项 就是我们Care的 后面这一项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已经算完了 这一项比较简单 就是Z对W做偏微分的结果 那当是第一层的时候 我拼完分的结果 其实就是Z这一项它的Exit 就是它这一个Dimension Exit它的Input 那如果是第一层之后的每一层 我其实就只要看前面这一层Neural 它DJ跟Neural Output的结果就行了 所以就是A的L-E 然后是DJ跟Node 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其实是可以用Forward Path 把中间每一层可能的Z跟W 都计算出来 同理为什么会需要把每一层都计算出来 是不是因为我C会对于每一层的W 都会去做偏微分 所以当每一层的W都会去做偏微分的时候 你后面这个数值Z 我们需要对所有的L 都把这个Z对W的偏微分算出来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所有的X 第一层就是X 跟后面所有的A都算出来 但是因为A是不是这个Neural它的Output 所以你要怎么算出Neural的Output 你是不是会根据前面这一层Neural的Output 才能把它算出来 所以要经过一个有效率的计算 一定是从最左边 也就是Input 就是从X开始 我把X放进去以后 乘上第一层的Weight 我就可以算出 现在第一层Neural的Output 就是A1 然后我再下一层 我是不知道要计算A2 我就一样把A1带进去W2 然后再加上Bias 就会再放进Innovation function 就可以算出A2 以此类推 我AL的算法 就是根据AL-1来推过来的 所以我只要经过一次的Forward Pass 从Input到Output 我就可以把X跟中间所有的A算出来 这里也就会是所有之后可能会用到的后面这一项的数值 那如果是前面这一项 前面这一项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算半天的这个Delta 就是我们C对于中间某一层第L层的规定 所以它就是我们的Delta 那一样回忆刚刚的做法 我们是不是就是用Back Propagation的方式来做 所以我们要有效率把每一层的这一个Gradient都计算出来 我们一定要从最后面开始计算 所以我们就经过一次的Backward Pass 让我们先从最右边也就是最后面的这一个Delta L开始计算 Delta L它会是最后面的ZL的Activation Function的微分 然后乘上这个Constant 就是这个Loss对于Y去做偏微分的结果 当你把这个计算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了就是最后面这一层的规定 然后以此类推一直往前算 所以我们L算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借由L去算出L-1 最后每一层的Delta L都会根据Delta L-1把它算出来 所以经过有效率计算 我从最后面一一算回来之后 我就可以把用一次的Backward Pass 我就可以把所有之后可能会用到的前面这一项的数值算完了 为什么需要所有的数值重复一遍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会对每一层的WLiJ 所有的可能的这一个我们的参数都要进行偏微分 所以我们会这边的L有可能是所有的L的数值 所以我们会需要每一层L它的规定 后面也是一样 所以前面这一项是用Backward Pass 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的数值都Pre-Compute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现在这样子的Algorithm 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把所有可能的Parameter 就是所有的W都去计算它的规定 也就是C会对这一个参数的变动有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大家最后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计算 C对于某一层的WLiJ去做偏微分的结果 会是这两项相乘 那这两项相乘 后面这一项就会是我们经过一次Foreward Pass 我们就可以把每一层的后面这项数值算出来 所以就是从X开始一直往右边移动 一直把每一层的Al-EJ去算出来 所以另外一个information前面这一项就是我们的规定 这一项规定 一样我们是经过一个Backward Pass 我们从最后面这一层去把Diota大L information的数值算出来 然后在E的往前Propagate 一样我们的Propagate的方式是根据已经算出来的后面这一层 然后去算前面这一层的数值 所以我只需要经过一次Foreward Pass跟一次Backward Pass 我就可以把之后所有可能需要用到的information全部算完 全部算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C是不是会针对所有的变数 就是我们所有的Parameter都需要去做偏微分 所以当我们把这两个数值全部算出来之后 我们要找这个偏微分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对应的这一个DiotaL跟对应的Al-E的数值拿出来相乘 我其实就可以得到现在这一个我们需要的这一个规定 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个W应该往哪边移动 会让我们的optimization最后的cost function会下降 所以因为这边这一个W是每一层都会有这样的W 因为每一层都有编嘛 所以每一层的weight我们都需要去调整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现在这个W去寻找对应的前面这一项 跟后面这一项 找出他们相乘之后的结果 所以所有的information都可以经过我们一开始已经算好的 这个Backward Pass跟Foreward Pass里面所有的information 选择对应的两个把它相乘起来 我们就会知道它应该移动的方向了 那这其实就是DP的应用 因为我们原本是不是对于一个变数去做偏微分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连锁率 然后一一的把它们的规点算出来 但是有很多资讯其实是已经重复计算了 所以当我们跑了一次Foreward Pass跟一次Backward Pass之后 我们其实只需要用Constant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相对应的这两个已经算好的数值 乘起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现在这一个时间点 这一个 这一个参数应该便宜的方向 所以我们所有的计算的computation 都是用在一次Foreward Pass跟这一次的Backward Pass上面 就是一次要把information往前面传 从X一直传到最后面 把所有的A都算出来 另外一次是从最后面 算出这个规点就是这个Diota 然后往前把每一层的规点都把它算出来 所以Backward Pass其实就叫做 Gradient的Backward Propagation 就是一直把Gradient propagate到前面 让我们再算 现在这一个C 会针对你这W的改变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就可以根据已经算出来的这些information 挑出对应的两项前项跟后项 然后相乘 我们就可以得到现在应该偏移的方向了 所以这其实就是Backward Propagation它的精神 而且它其实也非常的有效率 那大家如果再重新想一下的话 其实就会知道原本的算法其实非常复杂 虽然现在也还是有点复杂 但是你大概已经有一个概念是 我只要跑过这两个Pass 我所有的information就有可能 就全部都已经算好了 我之后只需要在里面去把 之前的算好的资讯去做Combine而已 那这边Backward Propagation这件事情 在各式各样的Toolkit 其实都已经implement好了 因为你要自己在程式里面写这个Backward Propagation 你其实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头大 所以比如说像TensorFlow啊 或Pytorch等等的各个Toolkit 它就已经optimized 已经用非常有效率的方式 帮你把Backward Propagation计算出来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其实只需要呼叫我要optimize 现在这个方式 我就是进行Back Propagation 这样子的方式去做Optimization 但你要知道就是 它里面实际上在运算的时候 其实是一直就是跑了这两个Pass 然后一直去挑选对应的那两个数值相乘起来 去决定每一个参数 它应该要改变的位置 也就是它应该要往哪边 它应该要变大还是变小 才可以让我们最终的Cost下降 好 那这边 这就 现在就是Back Propagation 主要的概念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更详细的了解的话 我其实有附Reference的Paper 然后 其实里面是比较复杂 那如果你想要详细的知道所有的推导过程 基本上你其实可以去看那篇Paper 好 那我们就休息吧 到那边 还没有 到那边 好了 这边 这边 和